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我们来看看伦敦南部的Datford 一名男子被刺身亡 警方迅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案件正在调查中 接下来,我们转向文学界 Vell McDermott的新小说《Queen McBeth》 重新想象了麦克白夫人的秘密历史 将他塑造成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最后,澳洲驻美大使Kevin Rudd警告说 未来十年内若爆发台湾战争 其影响将如同二战斑深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Independent报道 伦敦东南部德普特福德 发生一起致命刺伤事件 两名嫌疑人已被逮捕 警方在周五凌晨接到报案 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被刺伤 尽管警方和救护人员尽力抢救 该男子仍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警方在社交媒体X上发布声明称 犯罪现场已被封锁 调查仍在继续 据悉,两名嫌疑人已被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悉尼晨风暴》推荐了几本引人入胜的新书 其中Queen Macbeth 由苏格兰犯罪小说女王 瓦尔·麦克德米德创作 她以大胆的想象 重塑了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 在这部小说中 麦克德米德将麦克白夫人 重新命名为Grooke 讲述了她在丈夫麦克白 被敌人推翻后 与三名女仆逃往马尔岛盟友的故事 小说巧妙地结合了历史事实 和作者的丰富想象 为熟悉莎士比亚悲剧的读者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此外 The Coast Road和Antiquity 也分别描绘了爱尔兰婚姻困境 和希腊度假中的复杂人际关系 展现了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 《卫报》的一篇文章 讲述了一位出生在铁幕后 如今在欧洲选举中投票的女子的故事 她回忆起 1989年12月 在布加勒斯特剧院 观看哈姆雷特时的紧张气氛 当时秘密警察无处不在 任何对台词的支持都可能导致逮捕 她母亲在剧院中坐着 无法想象 几周后 齐奥塞斯库独裁政权会倒台 1990年12月 他们带着五个行李箱 和一个粉红色的小便盆 来到卢森堡 成为首批从共产主义制度中 解脱出来的东欧移民 如今 她在思考欧盟选举时 心中充满了对自由的感激 和对历史的反思 认为我们不能忘记那些 为了自由而奋斗的人 日本时报 尽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仍在继续 日本外贸组织 希望通过支持日本和乌克兰企业 加强联系 帮助乌克兰经济重建 为此 该组织于周四在基辅举办了一场活动 旨在帮助两国企业寻找商业机会 此次活动 吸引了包括物流巨头日本通运在内的 10家日本公司 以及包括化工公司 Anamin在内的 约20家乌克兰企业和组织 通过这样的合作 日本企业不仅能够拓展业务 还能为乌克兰的经济复苏贡献力量 华盛顿邮报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 将于7月24日 向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讲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称 邀请内塔尼亚胡 是为了深化美业关系 并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约翰逊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哈基姆 杰弗里斯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查尔斯 舒默 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共同签署了邀请信 内塔尼亚胡表示 他很荣幸能代表以色列 在国会发言 然而 尽管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长期以来是两党共识 但由于内塔尼亚胡 倾向于与共和党结盟 这种团结已经出现裂痕 特别是在加沙战争期间 这一分歧 在大学校园和民主党内部辩论中 尤为明显 卫报 三人在香港对阵伊朗的世界 被预选赛前因侮辱中国国歌被捕 警方称 这三人在比赛前奏国歌时 被对球场并保持坐姿 香港的足球观众 曾用嘘声表达政治不满 但政府在2020年禁止了这种行为 警方表示 任何公开和故意侮辱国歌的人 都得构成犯罪 这三人年龄在18至31岁之间 如果罪名成立 可能面临最高三年监禁 和5万港元的罚款 尽管香港在政治上 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但在许多国际体育赛事中 以自己的名义参赛 随着2020年国家安全法的实施 香港通过了本地法律 形式化了对国歌的侮辱行为 日本时报报道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指责中国在南海拦截 其医疗撤离行动 称其行为 野蛮且不人道 事件发生在上个月 涉及一名助手在争议地区 第二托马斯潜滩的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 菲律宾称 中国船只骚扰了其海岸警卫队 和海军船只 尽管已事先通知 这是医疗行动 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的结衣 塔里埃拉表示 中国船只的行为 阻碍了医疗救援 严重影响了病患的撤离 半岛电视台报道 荷兰左翼政党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略胜一筹 而极右翼的民粹主义者 格尔特 维尔德斯的反移民党派 取得了巨大进展 根据全国出口民调 工党 绿党组合 获得了八个席位 略高于维尔德斯的自由党 PVV的七个席位 维尔德斯表示 这一结果表明 荷兰选民希望看到一个 更强大的国家 而不是更多权力转移到欧洲 工党领袖弗兰斯 蒂莫曼斯认为 这表明左翼政党在这次选举中 不应被忽视 尽管民族主义政党 在整个欧洲崛起 选举结果将在所有 27个成员国投票结束后公布 下一份七年预算 悉尼晨风报报道 尽管在孟加拉国的比赛 观看体验糟糕 但澳大利亚足球队 展示了光明的未来 年轻球员内斯托里 伊兰昆达的首发让人惊喜 他在艰难的条件下表现出色 尽管比赛环境恶劣 场地不平整 且气候湿热 教练阿诺德批评了场地条件 并表示 这影响了比赛的流畅性 伊兰昆达在比赛中 虽未完全发挥 但展示了潜力 并为球队的第一个进球 提供了助攻 其他亮点包括 乔丹 博斯 在左后位位置上的出色表现 以及替补丹尼尔 阿扎尼的亮眼发挥 阿诺德面临的挑战是 继续融合新一代球员 以在2026年世界杯上 展示最佳状态 日本时报 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 凯文 鲁德 在檀香山发表演讲时警告称 若台湾发生战争 其全球影响将媲美二战 使世界变得截然不同 鲁德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若想实现 最终国家统一 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采取行动 因为他今年即将年满71岁 鲁德强调 中国近期的军事演习模式 表明其军事信号日益明确 忽视这些信号将是愚蠢的 美联社 全球负债累累的 僵尸公司数量激增 濒临破产的企业数量 已接近7000家 其中2000家在美国 这些公司因多年累积廉价债务 和顽固的通货膨胀 而举步维艰 许多中小型企业 可能面临无法偿还 数千亿美元贷款的困境 僵尸公司被定义为 过去三年内无法通过运营 赚取足够资金支付贷款利息的企业 包括嘉年华邮轮 捷兰航空 Wayfair Pilotan 意大利电信 和曼联足球俱乐部等 在内的企业都在其中 专家认为 若央行降息 这些公司或能避免破产 但散布的违约和破产 仍可能拖累经济 许多僵尸公司 投资技术 这加剧了其财务困境 日本时报 在联合国安理会 美国提出的一项 支持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之间 停火的决议草案 引发了俄罗斯和中国的担忧 两国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 阿尔及利亚 作为安理会唯一的 阿拉伯成员国 也表示 尚未准备好支持该文本 要通过决议 需至少获得9票支持 且无美国 法国 英国 中国 或俄罗斯的否决 美国总统拜登一周前 提出了三阶段停火计划 称其为以色列的倡议 LJ-ZERO报道 SpaceX的星舰火箭 在完成首次完整飞行后 成功返回地球 这标志着 这一圆星系统的重大突破 未来可能会将人类送上火星 在此前的三次任务中 这枚高达121米 400英尺的火箭 都在重返大气层时 爆炸或解体 但这次星舰成功重返大气层 并在发射65分钟后 受控降落在印度洋 尽管火箭失去了许多瓷砖 并且一个精益受损 但它仍然成功软着陆在海洋中 SpaceX CEO 埃隆 马斯克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 今天是人类作为一个 航天文明的未来的伟大一天 火箭从德克萨斯州的 Bocal Chica发射基地起飞 飞行了超过26000公里 小时16000英里 小时在进入大气层时 部分航天器在剧烈的热量下解体 一块飞行的碎片 甚至裂开了摄像机镜头 尽管如此 航天器依然保持足够完整 传输数据到其在印度洋的目标见落点 此次任务的成功是 SpaceX开发可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里程碑 NASA和马斯克都寄希望于此 以实现将人类送上月球和火星的计划 多伦多星报报道 比利时将于周日举行联邦选举 此次选举的背景 是极右翼和极左翼势力的崛起 比利时上一次联邦选举 是在2019年花了近18个月才组建了一个由7个党派组成的联盟政府 2010年的选举后 比利时用了541天才组成政府 这仍然是世界记录 比利时分为讲法语的瓦隆区和讲荷兰语的弗拉芒区 政府通常由来自两个地区的党派组成联盟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两个弗拉芒民族主义政党将在弗拉芒地区获得最多选票 其中支持弗拉芒独立的极右翼政党 弗拉芒利益党预计将获得超过25%的选票 而右翼民族主义的新弗拉芒联盟党则可能获得约20%的选票 在讲法语的瓦隆区 社会党预计将获得四分之一的选票 领先于自由党和极左翼的比利时工人党 瓦隆区经济较为落后 传统上倾向于国家统一 因为该地区可能难以独立生存 前看守总理索菲威尔梅斯已经警告说 他不会参与极右翼或极左翼的可能联盟谈判 并预测如果新弗拉芒联盟党与弗拉芒利益党结盟将会带来 巨大的问题 独立报报道 比利时选民将于周日重返国家投票站 此次选举与欧盟投票同时进行 极右翼和极左翼势力在该国崛起 这可能意味着未来的政府组建将面临复杂的谈判 比利时分为讲法语的瓦隆区和讲荷兰语的弗拉芒区 政府通常由来自两个地区的党派组成联盟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两个弗拉芒民族主义政党将在弗拉芒地区获得最多选票 其中支持弗拉芒独立的极右翼政党 弗拉芒利益党预计将获得超过25%的选票 而右翼民族主义的新弗拉芒联盟党 则可能获得约20%的选票 在讲法语的瓦隆区 社会党预计将获得四分之一的选票 领先于自由党和极左翼的比例时工人党 瓦隆区经济较为落后 传统上倾向于国家统一 因为该地区可能难以独立生存 前看守总理索菲威尔梅斯已经警告说 他不会参与极右翼或极左翼的可能联盟谈判 并预测如果新弗拉芒联盟党 与弗拉芒利益党结盟将会带来巨大的问题 弗拉芒利益党的崛起 反映了近年来在欧盟各地民粹主义 和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趋势 根据安特卫普大学的政治学家 劳拉·雅各布斯的说法 弗拉芒利益党的一大优势在于 他没有参与现任政府 这使得他的能够将选民的不满情绪 引导到对现有政治阶层的不信任上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读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读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